嘿朋友们,昨天我们看了尔湾新楼盘 四个楼盘当中最小的一个Arbor 今天我们就看它另外一个新盘 这个叫Hollywood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盘 和Arbor一样也是全新的盘 但是不同的建商 这个建商是New Home Company Hollywood它全部是独栋了 它总共三个户型 尺寸从2800多尺到3200尺 总共三个样板间 这是最大的3200尺 这是2900尺 那边2800尺 Hollywood被述瞩目 为啥呢 因为它这个地块很高 它有很多的景观地块 有大约20套是城市景观 大约25套是山景地块 但是它的院子都不会太大 那么我们就先看它第一个户型 这是它的一号样板间 尺内2800多尺 四房三玉 今天有很多人来看了 我们去样板间里看一看 房子一进来呢 右手边有个卧室 这是它的一楼的洗手间 这边是一楼的卧室 一楼的卧室 你可以作为一个书房 也可以作为一个客房 这边是上楼的楼梯 这边是它的厨房和厨房装导 这边是厨房和厨房装导 这边是餐厅 这个餐厅的话 它有一个option 这里呢 你可以升级中推拉门 你看这是餐厅嘛 这现在是窗户 它甘心 窗户的话 你不要的话 可以升级中推拉门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储藏室 储藏室的话 你也可以升级成第二个厨房 pre kitchen 然后这边是它的客厅 这边是它的后院 我们去楼上看一看 二楼上来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呢 你改成改成第一个卧室 当然就会比较小了 这边是它的主卧室 我们参观的样板间 所有样板间的这个地面呢 墙面呢 都做升级的 这是它的主卧室 主人房的洗手间 这是它的衣帽间 这边呢 是另外的两个次卧 这里是第一个次卧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公用的洗手间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公用的洗手间 这里是洗衣房 洗衣机风干机的位置 然后那边还做了一个洗手池 你可以手洗衣服 然后这边呢 有个储藏室 你可以放一个被子呀 这些储藏 好 这边是另外一个次卧 好的 第一个户型 我们看完了 我们看第二个户型 第二个户型呢 也是四方三玉的 给它大了100尺 是2900多尺 这个房子一进来呢 是一楼 右边是它的一楼的卧室 一和二的话 差不太多啊 户型都差不太多 这是它的洗手间 好 这边是一个储藏室 这个储藏室大一些 在楼梯下面的储藏室 然后这是商量的楼梯 这是客厅 然后这边是它的厨房 厨房 厨房这样的 然后这边厨房 还就更大一些 然后那这边是它的餐厅 同样这个窗户 你可以改成推拉门 然后这是厨房 好 这边呢 你看 刚才那那个 没有生机的中厨 这里当生机的中厨了 第二个厨房 但是不大 很小 这三个户型 你这个地方都可以生机 它有这个选项 好 我们去二楼看看 二楼上栏 同样这是个客厅 你也可以生机的 第五个房间 变成五房 变成五房四浴 好 这边呢 是它的主卧室 好 这边是主卧室的洗手间 这根大眼儿好 这房子越看越大 这个越大越好 看着越舒服 这是它的倪宝剑 然后看它另外的次卧 这是它的第一个次卧 这是第二个次卧 它们都是雇用的 户型一和户型二 都是雇用洗手间 看有没有 都两个房间 雇用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洗衣房的位置 这洗衣房也可以 好 我们看完了 我们看它最大的去 最大的是 四房4.5了 就 这个是前户型一和户型二 都是四房三玉 朋友们 这个是 奥利物的最大的户型 四房4.5玉 3200多尺 这是它的 这个户型还有个特点 它是门的 它是两条门 它的门是从侧面进门 这是第一道门 好了 这个就是 奥利物的户型三 这个户型是整个 奥利物最大的户型 四房4.5玉 一进来 这是它的一个玄关 左手边是它的一个客厅 这个一进来 明显就感觉 比那个一二户型要大 这是厨房厨房厨房 厨房中央脑 这只是它的餐厅 同样这个餐厅位置 你可以改成一个推拉门 键上也可以升级选项 可以变成一个推拉门 这边是它的一个储藏室 也可以改成一个中厨 或者第二厨房 然后那边是车库 这个三个户型 我喜欢 最喜欢这个 越大越好 这是上楼楼梯 这边是一楼的卧室 一楼的卧室也是套房 比如卧室的洗手间 3200多尺 四房4.5玉 这边是一个客位 好了 我们去楼上看一看 二楼主公是三个卧室 加个客厅 上来之后 你看这个客厅非常宽大 这个客厅你可以申请成 第五个房间 第五个房间 加第五个洗手间 就变成五房5.5玉了 但是二楼就没有厅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的家家庭人口 没有那么多的话 没必要 这是它的主卧 主卧室也非常大 主卧室的洗手间 那边是它的衣帽间 隔壁这里边两个次卧 每个次卧都有独立的套房 这是它第一个次卧 在OLIVER屋的 我觉得 要么买大院子的 要么买带景观的 小院子实际是实在没法买 你知道 太小了 那个院子 那院子多小 那个院子可能只有 1.5米那么长 那么宽 你太小了 我去看了 真的是 他说第一期推的 带院子的 根本没法要 小院子的 我客户排队 都是排带景观的 或者是大院子的 这是第二个次卧 这是它的洗手间 然后这边是它的洗衣房 洗衣机烘干机的位置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那个洗手池 可以手洗衣服 这是个出藏室 好的朋友们 OLIVER屋的 我们也看完了 带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户型呢 这个社区呢 是一个独动的社区 而且它面宽很宽 它总共三个户型 2800多尺 到3200多尺 户型一户型二 都是四房三玉的 户型三的话 是四房4.5的 OLIVER屋呢 它有很多的景观地块 如果你想在 尔湾想买景观地块 有城市景观 有山景的地块 那么你可以 重点下关注一下 这个楼盘 我已经有好多客户 已经排队 排在景观地块了 好的 明天呢 我将会给大家看看 另外两个新盘 另外两个新盘呢 其实是老盘重开 原来是尔湾公司开发的 后来尔湾公司不做了吗 还转给另外的公司了 下一个呢 我们看 Azoo 谢谢 谢谢 谢谢